好了,就講一下這個Gallon Ladder,我最喜歡的 這個是電馬錄 電馬即是crazy horse 的皮有什麼分別呢? 文章都有講,但我就做一個實驗給你 它有一個pull up 效果 就是這樣呢,有白標識,看到嗎? 這個是它的pull up 效果 它的皮 因而它的皮呢,它有這個pull up 效果 所以它有深淺色的效果,很自然 如果你喜歡深色,就像上次那樣,塗一下油 還有手感都非常之好 因為它是花花的 這個呢,今天我就說,每個星期都介紹一下 花的,不要緊要,它是由得它花 其實呢,怎樣做到它很自然去花呢,其實都很困難 但是它有它的效果 就是每一個,好像黃銅筆一樣呢 都是有一個特別之處的 你看它 花得來,它就有它的味道 那我打開它 它這個荷包呢,就比較 可以裝一支筆 有很多張卡,可以裝一支到 那方便去旅行也可以 那方便去旅行也可以 就好像黃銅筆 每一支都不同 那如果你說玩這個皮呢 每一個都不同 那我用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它是深色了 已經深色了 很喜歡它的感覺 那這個就是它那個 那這個就是它那個 Crazy Horse 這個皮的特別之處 那放一支筆下去 很方便 那我來平日出街呀 去旅行也可以 那我亦都是試過呢 如果你說去外國旅行 這個可以放到Passport的 這個位 那 那 很固定將你的東西 或者甚至乎電話都可以放進去 可以放進去 那些電話 多謝觀看